音樂 好 歡迎大家來上課 那我們好像已經進入第六週了是不是 對 然後各位同學還是這麼認真的向學 我一定會很認真的記得你們這一屆 你們這一屆是我教書的謎團這樣 首先第一件事情你們是那種 就威脅力又都很難打出問題的一個班級 可是呢看起來上課又很認真 所以然後剛剛我走過來的時候發現 大部分同學看起來我不是很熟 因為你們不問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機會看你們知道嗎 所以我大部分就在上課 所以就你們就感覺很像陌生人 真是非常的抱歉 然後今天天意這麼好 實在很想直接說我們今天就不要上課好了 所以我今天上簡單一點好了 對 我們今天只用那一點點非常簡單的數學 天意這麼好害我想到我以前年輕的時候發生過很多球事這樣 有一次呢就是好朋友到San Francisco來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在教書 當TA 那時間很趕 所以就很認真地把 現在想一想實在是很壞 本來其實應該三天才改完的 我就大概花了六個小時完全 就是non-stop把所有的全部都改完了 不知道那樣快速改完之後 是不是被改的同學是很悲慘 反正我也沒有心情想這個 然後就快速把它改完之後呢 就把成績算完 然後就開車 從San Barbara南加州北上 到那個北加州去這樣 對啊 然後 真的欸我覺得很可愛啊 就是或許我有跟某一些同學講過 其實就是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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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對 然後因為那已經是半夜了 所以 後來開一開之後 忽然發現車自己默默的 好像發生靈異事件這樣 就一直往某一邊移這樣 對啊 所以呢我還就很認真的往另外一邊轉 然後往另外一邊轉之後又覺得 欸奇怪他怎麼還是沒有移動 所以我就 所以呢 就各位同學你要記得下面這件事情 你之後其他都睡著是OK的 可是你以後碰到這種事情 就是千萬不要像我這樣做 當你的車有沒有 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差不多時速100多 然後 車默默的往右邊 那告訴你什麼事 那告訴你你的車可能有爆胎了 對所以他失去平衡了這樣 那 虧我自己還是學物理的 真是太丟臉了 我那時候只是在想說 欸既然他往右偏 我就往左打 所以我就把他往左打 往左打完之後呢 發現欸怎麼沒有反應 就怎樣 就把他恢復的再往右狂打這樣 然後你爆胎的時候 你往左狂打 再往右狂打 最後車會怎麼樣 就是下面聽到的 就是車終於反應過來嘛 因為他爆胎反應比較慢 所以他就 弄一個資質型 然後就離開 高速公路路面這樣 對 然後這一次 就 人生第一次看到 哇哦 我就是永遠記得那個地方 因為 因為他就叫 Greenfield 然後 他是 Welcome to Greenfield 然後我真的就是 很歡迎的直接進入 Greenfield 就是直接把牌子撞上去這樣 然後 對 對 好 然後車子翻了一圈之後呢 登 就 就好好的停著 然後我就看一下 我就覺得 欸還好嘛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這樣 然後 然後 發現 呃 前面擋風玻璃還存在 然後 那是唯一車子上還存在的一片玻璃 然後車門就變得很像廢鐵 就很像柔果的子團一樣 所以後來就爬出去 然後 因為那是半夜這樣 然後就在想 欸我到底是活的還是 還是死掉了呢 就覺得很神奇 因為 車突然莫名其妙的飛出高速公路 然後又翻了一圈 然後就是在高速公路旁邊停下來 你那時候 然後自己身上沒有明顯的痛楚 你那時候覺得 欸這應該是解脫了 莫非所謂的解脫就是這樣子嗎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 因為發生意外的現場 對不對 又沒有人來收魂 所以可能魂魄還忘了自己死掉 所以就在車子附近晃蕩 所以還很認真地搜尋一下 有沒有看到自己的屍體 而並沒有這樣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真的讓我覺得自己 很認真的存在的是 所以就著微弱的燈光這樣 然後就開始去找救援的電話跟所有的東西 然後就覺得奇怪 身上沒有東西痛 可是 我去看一下車子 發現車子那邊有血痕 然後拿那個皮夾出來 發現皮夾上面也有血痕 我把皮夾的那個信用卡拿出來 信用卡上面也有血痕 我想完蛋了 我到底是哪裡受傷呢 那因為我童年曾經有過 就嚴重受傷的經驗 是另外一個非常蠢的事情這樣 然後受傷非常嚴重到現在都還有疤 那可是其實你當下是不會痛的 所以我就想說 一定是跟之前一樣 只是之前是從摩托車 沒有之前是從腳踏車摔下來 磨水泥地這樣 很慘 然後卡了很多沙子跟所有的東西這樣 對 就這一整車全部都是血這樣 然後這次是撞車 不然就是車子飛出去 應該更悲慘 然後就是很擔心 然後反正很忐忑 然後後來就是去打救援電話 然後終於找到有燈光的地方 認真的看一下自己到底哪裡受傷了 然後發現 我居然還活著 第一件事實在值得慶幸 第二件事你居然沒受什麼傷 然後很好笑的是我大拇指受傷 對 所以無論到哪裡都有血跡這樣 然後 然後那件事情過了之後 我就很感謝我居然還活著 就很認真的過活 然後原本以為這樣真情生命的心情 應該會一直持續下去 後來發現沒有人都是有惰性的 就跟你們是一樣的 對 所以隔了一陣子就忘記了這件事情這樣 然後今天因為天氣很好 又想到這件往事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沒事不要幹蠢事啊 OK 尤其是在台灣交通這麼恐怖的狀態底下 你幹一件蠢事之後呢 你可能就 最後做了一件事了這樣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回來教我們這個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分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磁力到底能不能做工 那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是 我們只有一個 我們只有一個磁場 真的討厭 這誰發明捲舌音的 然後我們只有一個磁場 然後呢 可是我們有兩種磁力 OK So one field two forces 英文比較簡單一點 那所以之前其實我們針對兩種不同的力 那我先從你們大家比較不熟悉的 就是diple dipole之間的interaction 就是magnetic dipole 那希望你們學完之後知道說 其實事實上所有的磁鐵裡面 確實是有小磁鐵 每個小磁鐵真的就是到原子尺寸的大小 然後它是電子的質學造成的 然後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 就是比較熟悉的laurence force 那 看一看說laurence force 事實上在整個磁場上面 有哪一些有趣的事情這樣 所以今天 我們想要一開始問的問題 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假設其實你現在有一個while 比如這個樣子 好了 就這一個導線 那兩邊加偏壓之後 裡面就會有個電場 裡面有個電場之後就怎樣 就是東西會流這樣 那發生了某些事情之後 反正最後不管它 反正I就是長這樣 那現在心裡面其實會默默的在想 就是如果今天有兩個東西 它同樣電流都是這樣 那我怎麼知道在這個裡面 是正點 Q大於0 再流 還是什麼 還是在這 是負電 Q小於0 再流呢 就你怎麼知道呢 就如果今天我有個導線 然後你兩之後 發現它有電流 好 那你有電流之後 你怎麼知道就是說 在圍觀上 就是在圍觀上 Microscopic Microscopic Charge Carrier 也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我今天不要到圍觀上面去 我可以知道這件事 那一般上來講其實你或許被電過 所以你知道就是電流流過 你身體是怎麼感覺 可是你不太可能說 今天電流流進來 你知道說 是正電流進來 還是 還是負電流出去 其實你其實並沒有感覺 那 你唯一的辦法 真的其實就是說 我就是必須要把整個儀器做到非常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最後才知道說 我們一般的電流是電子在流 你們好像都是這樣被教的嘛 對不對 好像所有東西導電裡面 其實都沒有正電在流 正電是不流的 那你當然可以很認真問一下你自己說 欸為什麼正電不流呢 因為課本沒有說它在流 是這樣嗎 嘿 所以就是 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下 那因為你們現在有很棒的 新版的教科書裡面 告訴你們各式各樣的東西 可是在 在上個世界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 所以 Hor呢 就是 Hor Hor它其實就 設計了一個實驗 OK 那是在1987年的時候 對不起 那不是1987年 那是1879年 所以 這年代太久遠了 你看喔 這1879年 你看這是什麼時候啊 OK 所以 在1879年的時候呢 或者它設計了一個 很有趣的實驗 它就是想要去看一下說 我也沒有辦法分出這兩個的差別 然後做的方法非常的簡單 它其實就是 一樣的setup 那它實驗上面 這個到時候我們會常用到 所以我這堂課都會這樣畫 那所以我們先把座標走 設好來 因為我們其實待會看到所有的受力圖 其實主要是在XY平面上 所以呢 我們的 正面的XY是這樣 然後用你的右手 所以你知道XXXY之後是Z 所以XYZ是長這樣 那 我們把BFIL呢 放在這個方向 So the BFIL is along the Z direction B B 00B 那我們現在假想 那這一個東西 譬如說在裡面 我讓它有一個空在流 好吧 那這一個的geometry是這樣的 這一整塊導電的東西 這一個 是 width 然後這一個 是 thickness 那這一個長度 是length l ok 那所以其實整個setup非常非常的簡單 整個setup其實就是說 我今天讓你一個電流 就穩定的電流流過來 然後這裡 加一個bFIL 然後耗子去量了一件簡單的事情 他去量什麼呢 他去量 在這裡 跟 這裡之間 的電位差 ok 所以如果這個跟這一個的電位差 比如說這一個分別是V1 這是V2的話 或就是去量這個V1減掉V2 這樣的一個deltaV ok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喔 沒有bFIL的時候 當一個東西這樣在流的時候 他沒有側向在流的時候 事實上等電位面是什麼 是這樣的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想 在沒有任何奇怪的外力輔助底下 你看一個受難的同學 就是在山坡上滾下去的方向 有沒有 剛好就是什麼 就是如果那時候 你完全沒有舊同學 你還可以拿出地圖出來 開始標定 那個等高線 這樣 他就是等高線 就剛好跟他滾的方向怎樣 追直 這樣 對 所以當今天沒有bFIL的時候 他如果這樣流的話 那個等位線是長這樣的 非常沒有同胞愛的 所以你在同樣的東西要量的時候 事實上他是什麼 他是等電位的 所以他其實不會 所以不會有任何的Voltage Difference 好不好 OK 好 那你今天量這一個 垂直方向 然後就發現 他有個電位差 他有個電位差 其實告訴你什麼事 他有個電話差 其實告訴你說 其實事實上 有個Electric Field 在這個方向 對不對 那可是不管 反正Hall是做實驗的 所以他把這個VHall 這個就叫Hall Voltage later on 所以基本上的setup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其實就是拿一塊導線 通電流 然後讓一個bFIL穿過這個導線 然後就發現 在上下的邊邊呢 欸 產生了電位差 那這樣一個電位差 就是我們今天想要去解釋的重點 那Hall那時候發生什麼 發現什麼事 Hall發現 這個Hall Voltage 事實上是正比於什麼 正比於bFIL的大小 OK 正比於流過去current的大小 而且 而且 這個VHall 會跟什麼 會跟Q的符號有關 OK 所以基本上其實就是第一件事情是V 事實上是正比於b乘上i 第二件事情是Hall Voltage的 是正還是負有沒有 會跟你的Charge Carrier 是正還是負有關係 可是因為量Voltage difference 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當然就可以很容易的怎樣 去了解說 欸這個私底下到底是這樣流呢 還是這樣流 所以這是整個實驗的setup 那這件事情 Turns out就是 呃 我們可以從之前過去 大家其實學過最 最熟悉的歐姆丁裡開始講起 那他可以跟我們之前學過的這個 F'MA equational motion 連結在一起 那就是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很漂亮的 都在一起 沒有任何問題這樣 OK 有沒有什麼問題 到目前為止 所以在我們算之前呢 我們先定性上面來看一下 就是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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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我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在定性上面 我們怎麼去了解 whole voltage 它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一開始的時候 initially initial state 你可以想像說 我如果今天假想 我們待會看另外一個case 我們現在假想 你今天一個東西在跑的時候 它的chart carrier q 事實上是什麼 是正的 那所以如果客人是往右手邊的話 他告訴你什麼事 他告訴你v當然也是往正x的方向 對不對 那b field的話是往這一邊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用非常簡單的 laurence force 是等於q v cross b 所以你應該就可以直接看得出來 就是這個事實上是往下的 v cross b 所以是往下 所以一個原先好好的客人是往這邊跑 有沒有 他等一會就會怎樣 就會往下偏著 震著會往下偏著 所以這個板子其實原先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這都沒有任何電的 所以隔一陣子之後會怎樣 隔一陣子之後呢 因為其實震電會往下偏著 所以最後在下面的時候就會出現一些震電的累積 上面的話呢就會出現 等量的負電的累積 因為整一個事實上是什麼 是電中性的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等到後來達成真的平衡的時候 如果今天去看說 我有個平衡台v的時候 它其實事實上受到了一個什麼 往下的fm 然後它受到一個什麼 往上的fe OK 然後它們應該 其實如果它可以好好的直直的這樣走的話 它們應該是平衡的 所以你從力平衡的概念裡面 就可以直接得出來說 我的f electric field plus f等待的field 其實應該等於0的 那你再把它寫下來 這樣的一個 因為charge accumulation出來的electric field 譬如我們把它叫做e'好了 然後這一個東西的話是多少 是qv cross b 所以你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因為laurence force due to laurence force 所以charge事實上會怎樣 accumulate 然後charge accumulate之後就產生了什麼 就產生了一個e' v prime which is minus v cross b amazing 那在這邊還是稍稍的提醒大家一下下 電磁學是一個三維 或者說四維的什麼 的科學這樣 所以不要沒事 就是說當你今天在做的時候 永遠都可以用基本教育派 把所有東西全部都寫成像亮 然後認真的把所有的東西全部都這樣算下來 然後最後你應該是活不下來才對 所以要記得一件事情 判斷方向的時候呢 就是用手先比一比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什麼 就算大小 算大小的時候就把 就把像亮的帽子全部都脫掉就好了 那如果你到現在對像亮這件事情不是很熟悉 或者說你對像亮還不是很有信心 你覺得像亮搞不好是人類有像亮的概念以來的一個盲點 那你就所有東西都要用像亮自己算的話 那我也只能祝你好運 這樣 OK 是很好的破例 祝你好運 OK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E feel 是往哪個方向的 你可以看到V cross B B 是這個方向 V cross B 是往下對不對 你加一個方向 反過來就是這個方向 確實沒錯 它跟你的嘗試是一樣 這是正電 這是負電 所以Electric feel 是往上的 所以它最後 Fe 是往上的 不要忘記我在這邊是假設了Q大於0 我們待會看一下Q小於0的Case 所以你最後累積完之後發現有這件事 那你甚至可以接下來就去看一下說 因為這是正電 這是負電 那如果你稍稍有點嘗試你就知道 其實我們過去在學平行電容版的時候 正電跟負電 正電的地方電會怎樣 比較高 負電的地方電會怎樣 那因為我們剛才被我擦掉的地方的定義是 我把這個定義成是V1對不對 對不對 這定義成是V2 那記得一件事情 Hall Voltage在我的筆記裡面的定義是什麼 是這個跟這個的差別 其實事實上是積分 E dot dr 然後加一個負號 這個是Voltage difference 所以不要忘記了 你是從這裡積分積上來 那這個積分的話呢 就還蠻簡單的 因為E 事實上是往什麼 這個方向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就變成是負的積分 從0G到W E Y 再乘上 D Y And E Y It's a constant So you just pull it out Voltage Voltage Times W 然後鎮定會偏折 因為羅人之力 所以然後就 累積在這裡 然後這是上面 然後會有一個electric field 然後兩個就怎樣 就顛倒了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一個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事實上 這一樣一個概念有沒有 它是可以拿來作為所謂的 速率的選擇器 你會發現 其實在正常的b field 底下 所有的 particle 怎樣 轉圈圈 所以我們常常 如果今天只要選一個 某一個特定的速度出來的時候 我們加一個很什麼 很大的b field 所以大家全部都轉圈圈 所以就在那個圈本裡面 大家都在轉圈圈 然後你只要再放一個b field 你會發現只有什麼 只有滿足剛好 1除以b等於v的那個 particle 可以直線運動 然後你再把它導出來就好 那其他人就很無辜的在裡面 亂走這樣 所以這一類的 藉由e field 跟b field 在一起可以做速率選擇的這件事情 剛好就音錯仰叉在 Hall 當初實驗的 setup 怎樣 發生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 你讓電流這樣流 然後你先要維持這樣一個穩態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只有Lawrence force 它是不穩定的 那這個的話是非常非常快的 這裡就會累積電荷 然後就產生另外一個什麼 e field 然後你就發現電力跟什麼 磁力就平衡相消了 所以最後呢 這個電流就可以穩定的流動 OK 有沒有什麼問題 很有趣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如果現在已經導出來就是說 這個對 positive charge carrier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 whole voltage 事實上導出來長這樣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跟我們期待的一不一樣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這個 current 就算你還不會算 current i 應該是什麼 正比於 v 這應該是無庸置疑的吧 所以你會發現你的 whole voltage 是上次正比於 i 的 很好 第二件事情是 直接從上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v whole voltage 正比 applied field so that's also good 第三件事情是什麼 是 v whole voltage whole voltage 就是 less than zero for q greater than zero 那這個是整個 whole effect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結果 那我們待會就可以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把所有的 charge 全部都改過來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好吧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把這裡稍稍的 改一下就可以了 那邊可以擦掉了 沒有關係 好 謝謝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 charge carrier 是負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那你就會發現其實 如果今天當然還是要假想 可能是一樣的嘛 因為我們好奇的是這件事 那如果它是負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 velocity 是往這一邊的 對不對 那 v cross b 的話就往上 然後因為它是負號 所以它再乘上一個改字的負號 所以就變往下 所以你就會發現 欸 剛才白插了 就是這個其實事實上 fm還是往下 那如果fm是往下的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這裡呢 整個 charge accumulation 剛好相反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 v 是往這邊流 對不對 所以它會往哪邊偏 它會往下偏 那你會發現 欸 那跟剛才是一樣 除了什麼 除了這個 q 現在是小一點 那因為它是往下偏 所以最後 你累積完之後呢 下面就會變成 負負負負負負 這變成正正正正正 好 你光從這個結果 如果你剛才其實自己有記筆記的話 你就已經可以知道 它們其實事實上 從圍觀上面什麼 造成了什麼 宏觀上的改變 這一個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事實上是在於 charge accumulation 就是說 圍觀上面其實 一個電流在流的時候 你只是算 這個總共有多少charge進去 那因為 q 跟 v 是存在一起的 所以你不知道 q v 是都是正正 還是它就是負負 it doesn't matter 可是如果你 somehow 可以抓到這些 q 的時候 你就怎樣 你就知道了嘛 你可以想想就是說 如果今天就有點像是 c裡面有魚在流這樣 有些是帶針電 很厲害 你隨便去挖 你怎麼知道你挖到的是什麼 魚還是石頭 你把魚撈上來的時候 他也不動了 你把石頭撈上來的時候 他也不動了 所以即使是有 圍觀上面的能力 去抓這些東西 都很困難 這是為什麼 交通事故裡面 抓闖紅燈是很困難的 為什麼 把車撞爛是很簡單的 因為把車撞爛之後 你可以請朋友啊 來照啊 上臉書啊 或什麼都很OK 因為 車不會突然又恢復正常 對不對 對 可是闖紅燈是很難抓的 為什麼 因為闖紅燈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You need to be caught in action Right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燈又一直在變 那你有一台車 你可以跟警察講說 我沒有闖紅燈啊 我沒有闖紅燈啊 你有什麼證據我闖紅燈啊 除非你剛好拍到 車過去然後上面是紅燈 那就很困難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把原來會動的東西 最後變成charge accumulation 是非常非常聰明的想法 然後 於是這個因為 你看看可以看得到 同樣是I 那在這邊的話 因為這是負的 然後這是velocity OK 我真的人很粗魯 就不能用這麼細膩的粉筆啊 所以這是fm 然後呢 這個是fe so the equation is exactly the same 就是說 你最後寫下來之後 其實還是一樣的 你會發現 electric force 加上 magnetic force 就怎樣 就等於0 那如果你把它繼續寫下來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qe'加上qv crossb 就等於0 and then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just got e' equal to v crossb 那b是一樣的 可是不要忘記 因為在這邊 charge carrier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v怎樣 v顛倒了 所以e'就怎樣 顛倒了 那所以e'的積分 也會怎樣 也會顛倒 所以我想 中間的步驟是一模一樣 所以讓我不要浪費大家的青春這樣 所以你的vho 寫下來之後 會變成是什麼 vb times w 它事實上是大於0的 so the argument is basically exactly the same except 你現在可以make a chart 就是q大於0 q小於0 q大於0的時候呢 v whole voltage 事實上是小於0 q q小於0的時候呢 whole voltage 事實上是大於0的 所以在這邊 你就發現了 它真的是一個什麼 可以拿來解決問題的 好玩的一個模型這樣 所以你看喔 你不需要zoom in到說 是誰在導電 你是藉由 他們其實事實上 在電場跟磁場裡面 它的基本上就是 電力跟磁力 造成那麼軌跡的運動 是不一樣 你這個就可以產生 這麼漂亮的一個結果出來 所以你不需要真的去看到細節 你只要最後去量這個whole voltage 你就可以猜想呢 那個背後真的導電的 到底是電子還是什麼 還是正電的東西 那這都很棒 那whole那時候量出來的時候 他大概也覺得很愉快 那確實沒有錯 whole effect其實在 在電子學裡面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即使到今天為止 它有實際上應用的價值 然後在學術上 它也是我們拿來量這些載電的 就是載電的粒子密度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準則 OK 那如果你好奇 當然可以去查一下 譬如說 p的whole coefficient 所以 如果你這樣來看的話 那如果今天量銅的話 它的whole voltage是正的還是負的 如果是銅的話 你的whole voltage量出來是正的還是負的 正的嘛 那你的理解方法是什麼 你的理解方法是 電子在跑嘛 對不對 好 來 OK 那你們自己可以去查 如果你去量一下皮的話 皮也是金屬啊 它whole voltage在這裡量出來就變成負的 對 那 對 這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所以就是在這邊還是要稍稍提醒大家一下說 雖然這是很漂亮的實驗 可是 就是所有的事情 只要一旦到了實驗 就是說如果你直接去看現實的真的實驗數據的時候 有些時候 這麼簡單的模型不見得一定可以解釋所有的事情 OK 所以這是今天第一部分 非常簡單的定性上的描述 嗯 那一個 哪一個 就是 如果現在是 現在是 負的負電往右邊 往左邊流 是 如果你跟電子一樣往左邊跑的話 對 對 對 那個其實事實上牽扯到就是 Jack and Joe Problem 所以呢 所以呢 那 Jack and Joe Problem 有Level 1跟Level 2這樣 我們先解釋一下 Level 1 Problem Level 1 Problem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電流是因為電在流 萬一跑之後 電流是怎樣 電流是一整個完蛋了 其實不會這樣的 好 所以那只是因為什麼 只是因為我沒話而已 這樣 所以假設現在這個導線裡面 是電中性的 是電中性的 所以有四個什麼 正電 然後有四個 負電 然後負電呢 假設 i 是在正 x 的方向 所以負電都往這邊流 好吧 然後這樣流的一個速度 譬如說是 v 好了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有一個人 然後這個是 standing still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 他就是沿著什麼 這個方向跑 v 的話 那他看到的是什麼 他看到當然是負電就不動了 所以大家就會很擔心 那我剛剛的 augment都拜拜了 好 正電會怎樣 會往這邊跑這樣 所以呢 你的客人會怎樣 你的客人還是會原來的 那你可以去做所有所有的計算這樣 所以 呃沒有事情會發生 所以 好理家在 所以這是 level 1 的 的問題 就是 Yeah Current to some extent Current 應該是什麼 在非相韌性的狀況底下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存量嘛 為什麼 因為客人是電荷除以時間 時間是存量 然後電荷是什麼 存量 那你當然這樣自己講完之後 就突然很後悔了 就是因為我們每次只要把這個雙胞胎 Jack and Jill 搬出來之後 他們就是什麼 就是相對應是重要的 對不對 所以時間其實並不是存量 所以確實沒有錯 就是說這個是 level 1 的一個了解 而且 Current 其實在真正的相對應性理論裡面 它不是什麼 它不是存量 那我們接著再來看一下 Level 2 的問題 Level 2 的問題就 就蠻總的 Level 2 的問題是這個樣子 Level 2 的問題其實事實上是 你現在不用去考慮這些 有了沒有的東西 你真的就是去考慮一件 單純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假設我現在有一個 Charged Prodigal 好嗎 好吧 Oops 為了舉例期間 我寫Q是正的 比較簡單 它是長這樣 對不對 那 假設它現在 在慢慢的什麼 在慢慢的均勻Beat Fill 底下 快樂的運動 這樣 那它會受到什麼力 那它會受到什麼力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V cross B 受到什麼 它會受到這個力嗎 所以你就說 它會怎樣 所以Jack就會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 說它會轉彎 So this is Jack's conclusion And Jill do not agree Why Well simple 在Jill的Friend 底下 Jill is moving at this velocity 的C 在Jill的Friend 底下 你發生什麼事 你發生他就長這樣 這是Q 那 再神奇的相對論都怎樣 都救不了你啊 你頂多只是說 B prong 不等於B好了 就算你不會算 那你怎麼樣 你就很慷慨的假想 B就變成什麼 Bprong好了 But There is no Lawrence Fox Right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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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fm It's a q v cross Bprong Right Even though I don't know Bprong It's OK V is 0 所以你就發現 沒有問題啦 這個 你這樣跟著他跑之後 Jill就會看到什麼 就是看到 他就變直線運動了 因為他不受力啊 是這樣嗎 還是他就待在這裡 還是他會幹嘛 然後就突然變得 不知道怎麼分析了 對 所以這個是Level 2的問題 這個就 蠻嚴重的 就磁力很顯然是一種什麼 是一種幻象 對 對 那 你仔細去看一看之後 然後就突然發現 磁力果真就很吻合幻象的 什麼 的所有特徵啊 所以只有第二種磁力 就是diple moment的磁力是什麼 才是真的 所以磁鐵無論怎麼跑 都還是有磁力 For the reason you don't understand But you know that's true 那可是對羅人之力來講 他一定是幻象嘛 你說你今天受到一個磁力 我一定可以怎樣 跟著你一起跑 那你的速度就是0 你數一是0之後你就 你就沒有收到羅人之力啦 所以 然後你就會覺得難怪他都不做工 幻象是不會做工的對不對 就跟鬼是不會做工的 in principle 所以在這邊是長這樣 所以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然後從下 勇敢的猜一下呢 我是刻意故意 不把這個寫在筆記裡面的 對 就是想說 如果有人問了 我就跟大家講 如果沒有問了 那就算了 那結果發現的事情是這樣的 發生的事情是 他其實還是會往下跑這樣 他會受到一個什麼 他會受到一個電力 那這個電力的大小是什麼 這一個電力的大小 事實上 如果你今天去看的話 你可以這樣去想 在這裡的時候 b fill其實就是這樣的 然後當你跟著 就你往這邊跑的時候 你就發現b fill怎樣 一面而來這樣 所以你事實上是有個b fill是怎樣 是在移動的這樣 你可以去想像 那這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了解方法 最嚴謹的了解方法 當然是從羅倫茲轉換 e fill跟b fill的轉換來 那如果你想要 不那麼嚴謹的方法 你可以回想到 像乏地一樣 就是說 這兩個狀況有什麼差別 你就是把 如果是乏地來想 他就是說 這個b fill 意思是說 這裡有很多磁力線 對不對 那如果現在 跟著jill一樣往前跑的話 磁力線就相對怎樣 感覺就是這樣 串過你的這樣 那當b fill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會怎樣 它會generate一個e fill ok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這個b fill 其實現在呢 是怎樣 基本上等於是 以-v這樣在動 就是很多磁力線是-v這樣動 然後它最後就會 generate出一個electric fill 出來 那那個electric fill的方向是什麼 那electric fill的方向 我們從這個答案知道是這個 所以 這個是-v有沒有 -v如果crossb是長這樣 所以v crossb是什麼 是往下的 ok 所以你最後會發現 在一個moving b fill 底下 你會得到什麼 你會得到一個e prime 這一個事實上是v fill 去crossb 然後再加一個符號 去crossb 然後再加一個符號 OK 那這個不是巧合 你如果仔細去看一下 holy effect裡面 你就發現 這個式子似乎 四成相似的出現過 有沒有 那這不是巧合 所以在holy effect裡面 你可以想像說原來的粒子在動 所以它事實上受到一個磁力 然後最後做charge accumulation 所以就有反向的什麼 反向的電力出來 你也可以直接跟著 一開始就跟著charge開始跑 然後它是怎樣 它的磁力就消失了 那它磁力消失之後 事實上那樣的一個磁場 因為在動 所以它會產生什麼 它會產生電場 那你大概會就說 這個就是所謂的磁動聲電嗎 那當然這個其實只是一個 呃簡寫這樣 這裡的磁指的是磁場 對不對 然後 這裡指的是電場 沒錯 這就是傳說中的磁動聲電 所以有另外一個版本是什麼 是電動聲磁這樣 所以你不覺得這很酷嗎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喔 事實上你今天用場路 要去了解這件事情 是很困難的 可是如果你用法拉第的 磁力性的想法 就變得很簡單 OK 好 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老師 如果是磁力性的磁場的話 對 所以我拿我剛剛講過的話 再回答一次 這樣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場論的概念的話 它怎樣 很難理解 因為你說這是均勻的磁場啊 均勻的磁場在動 你怎麼知道呢 對不對 可是你看我們的空氣的密度 也是還蠻均勻的啊 可是有吹風跟沒吹風 你是怎樣 你是知道了 所以這背後的原因其實當然是更深刻 不是這麼單純而已 對 所以我在這邊其實只是稍稍跟大家 就是給大家一點點感覺這樣 就是這個的話 你可以想像這裡有磁力線 然後當你今天 隨著它在動的時候 磁力線會怎樣 磁力線會跟著動 磁力線動了之後會怎樣 會產生電力線這樣 所以對 這就是傳說中的磁動聲電這樣 對 那可是事實上真正的原因有沒有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真正的原因其實是電場跟磁場 本身其實就跟 就跟momentum一樣 他們其實在輪子轉換底下 會有很漂亮的轉換式 那這只是其中一個特例而已 所以更一般的轉換式 比這個複雜很多 所以如果你們以後各科系 會學到電磁學的話 或許有機會會學到 OK 或許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所以這個是很棒的一個問題 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今天如果轉換一個座標來看的話 或有效應期可以被當成是電力跟電力相消的結果 而不是磁力跟電力相消的結果 OK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在下一堂課 對我們還有一分鐘下課 接下來在下一堂課呢 我們就要開始就是定量上面去了解這件事情 那我們會先從 對不起 equational motion 出發 然後會推導出來就是說 在一個導線裡面 其實一個東西的mdv d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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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我们可以把holyfy再重新倒一次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特色出来这样 所以这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 在围观上面如果 其实你对物理本身的equational motion有信心的话 你从那里事实上可以怎样 可以推导出很多很漂亮的一些东西出来 那唯一一件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假想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很多粒子之间 他们彼此因为碰撞造成的力会像什么 会像这样 那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现象学上的近视 也就是你其实水滴你也是假想这样 因为水滴在动的时候你假想 它的摩擦力是什么 是速度越快它就怎样 它就越大这样 那这里所以前面其实事实上就是一个正比的常数而已 那为什么是常数 well 这一个常数为什么写成m出一套 纯粹只是因为方便 因为在音次上面 如果这样一个例有没有 你最后要让它单位是对的话 我们会用一个scaturing time 那这个scaturing time tal本身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带电的例子在导线里面运动的时候 它会碰到很多很多的碰撞 那每次碰撞有些时间很短 有些时间很长 那平均上来讲 那个tal就是scaturing time 所以你可以这样去想就是说 一个例子其实在导线里面运动的时候 它常常会有不同的delta t1 delta t2 这样子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平均上来讲 average scaturing time 就是tau 所以我们下场课会从这边开始讲起 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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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